大家好 我是杜铁豪杜铁 今次跟大家做这个芋头膏 芋头够轻 跟大家说了光芯够干爽 而且你看到的够白雪雪 这个就是漂亮的芋头 最重要不要爆开 好吗 需要的份量大概500克 我就会用了尖米粉和炖面的 尖米粉我会用到100克 而炖面的我会用到20克 另外腊味方面 两条腊肠 腊肉 有些虾米 虾米不要这么早浸 刚才我刚刚浸就差不多了 瑶柱冬菇之前浸下了 保持瑶柱冬菇水 还有调味方面 有五香粉 糖盐 胡椒粉 少许麻油 水 水方面 保持这些水 我会用到300ml至400ml 看看水分 都是要用肉眼去看的 都是要做一个山熟浆 这样 好 开始了 首先 处理些腊肉 拿些滚水 倒入碗中 把腊肠 不断地用滚水 飞一飞 还有腊肉 有些不好的东西 先把腊肠放进去 可以拿进去蒸 也是 大概蒸15分钟左右 那就可以了 好 大概500克左右 因为 切完之后 即是头头尾尾尾剩很少 这里是738 对不对 但是 切完 切完结尾 便剩了500克 好 便用它了 出去切 一粒粒的 好 搞定 等一會 拿進去蒸 蒸好了 拿出來 攤一下 等一會用 水滾 蒸20分鐘左右 蒸至軟身便可以 蝦米 好 這裡已經完成了 沒東西切了 我想 大概100克左右 燉麵 大概20-30克左右 大約3斤糖 是糖來的 鹽 1斤左右 太鹹 胡椒粉 有些冬菇水 大概 下300ml的冬菇水 先煮一下 為何我不先放五香粉 因為五香粉 要和芋頭一起攪拌 才會很香 好 備用 好 備用了 想知道芋頭有味道 多刀一刀 刀一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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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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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開火 炒一刀 炒一刀 辣味 放少許油 蝦米 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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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鎖 鎖鎖鎖 放入米菇 少許酒,讓它更香 酥辣,也許rible 刷取很香 現在試一下 少許五坊粉 包一包 倒一些水 同一時間 放一斤蠔油 還有麻油 把它弄溶 放一餐 因為這些我們把它弄溶 都溶掉了 這堆蠔頭 放一把 出來有些咬口 有些就變成蓉 好 可以關火 像一個芋頭蓉 有時候可以撞一張 安全起見 慢慢下 現在關火了 撞下去 老塊熟 黏住了 正如的 反過來 我就會放下去 它又不會過熱 好 然後攪拌 然後攪拌 這樣它就會吃得起了 生熟漿就是這樣 它又不會沉下去 那些活 這樣的反面 可以拿過去 就倒出來 就倒出來了 剛剛 已經下了少許油 現在 就放在上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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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 好 好 好 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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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水滾 放下去蒸 蒸一個小時 下面那層要多給10分鐘 所以蒸完那層拿走一個小時 下面那層再給10分鐘 一個小時零10分鐘 就完成了 這塊糕都準備好了 看看賣相先 加一點芝麻下去 這個芋頭糕就完成了 室溫放涼 用蓋蓋蓋放進冰箱 隔一晚可以拿出來 然後就切來吃 切的時候要小心點 不要一刀這樣壓下去 記得是前後前後拉過這樣切 煎的時候要慢火煎 不要心急 慢火煎 煎出來就會金黃色 也在這裡祝大家 心想四成 萬事勝意 煎出來 3 2 1 2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